第十八回 贾文和廖敌决胜 下侯敦拔实胆经 学说贾许廖之曹操之意 便于将计旧计而行 乃为张秀曰 茅在城上见曹操绕城而观者三日 他见城东南角砖土之色 心就不得 路角多半毁坏 已将从此处攻进 却须去西北上积草 炸为生矢 与红我撤兵守西北 比成夜黑 必爬东南角而进野 秀曰 然则奈何 许曰 此意试尔 来日可令精壮之兵 保时轻装 竟藏于东南房屋内 却叫百姓假扮军事 须守西北 夜间任他在东南角上爬城 此其爬进城时 一声炮响 扶兵齐齐 操可擒矣 秀喜从奇迹 早有探马报曹操 说张秀靖撤兵在西北角上 呐喊守城 东南却甚空虚 操越 终无济矣 虽命军中密被敲绝 爬城气聚 日间指引军攻西北角 至二更时分 却领精兵于东南角上 爬入豪去 砍开路角 城中全无动静 众军意气雍入 只听得一声炮响 伏兵四起 曹军击退 背后张秀轻驱勇壮杀来 曹军大败 退出城外 奔走数十里 张秀直杀至天明方 收军入城 曹操继典拜军 已折五万余人 失去自重无数 屡前于禁聚各备伤 却说贾许见曹败走 急劝张秀一书刘表 使起兵截其后路 表的书急于起兵 故探马报孙策 屯兵虎口 快良月 策屯兵虎口 乃曹操之计也 靖曹心拜 若不成事机之 后必有患 表乃令皇祖坚守爱口 自己统兵至安重 献劫曹后路 以免迂回张秀 秀直表兵已起 急同贾许引兵习曹 且说曹军缓缓而行 指香承到御水 曹护于马上放声大呼 众经问其故 曹月 无私屈年于此地 折了吴大将点围 不由不哭而 因及下令囤住军马 大赦计言 调殿点围亡魂 曹青子蔭香哭拜 三军无不感叹 祭典为毕 方即执曹安民 即长子曹昂 并即阵亡军士 连那匹射死的大冤马 也都至计 此日 呼寻御查人报说 留表著张秀屯兵安重 劫无归路 曹达于书曰 无日行疏离 非不知贼来追我 然无计划已定 若到安重 破袖避矣 军等勿矣 便催军行之安重献捷 刘表军一手险要 张秀随后引军赶来 曹乃令重军黑夜早显开道 暗幅骑兵 即天色威名 刘表 张秀军会和 见曹兵少 以曹顿去 据引兵入险机制 曹纵其兵出 大破两家之兵 曹兵出了安重借口 于爱外下寨 刘表 张秀各整败兵相见 表曰 何其反中曹操监计 秀曰 荣在图治 于是两军急于安重 且说寻遇探之袁绍 与兴兵犯许都 兴也持书报曹操 曹得属心慌 即日回兵 细作报之张秀 秀于追之 贾许曰 不可追也 追之必败 刘表曰 今日不追 坐时机会矣 力劝秀引军万鱼 同网追之 鱼行十余礼 赶上曹军后队 曹军奋力接战 秀 表两军大败而还 秀为许曰 不用公言 国有此败 许曰 今可整兵再往追之 秀于表据曰 今一败 奈何复追 许曰 今翻追取 避火大胜 如其不然 情斩无首 秀信之 刘表一律 不肯同网 秀乃自引一军网追 曹冰果然大败 军马自重 连路散起而走 秀正往前追赶 虎山后以标军涌出 秀不敢前追 收军回安中 刘表问贾许曰 前以精兵追退兵 而公约必败 后以败足及圣兵 而公约必客 究竟西如公言 何其是不同 而其燕也 愿公明教我 许曰 此意之耳 将军虽善用兵 非曹操敌手 曹军虽败 必有近将为典 以防追兵 我兵虽锐 不能敌之也 故之必败 扶曹之急于退兵者 必因许多有事 击破我追军之后 必轻车速回 不复违背 我承其不备 而更追之 故能胜也 刘表 张秀 据夫妻高见 许劝表回荆州 秀手相承 以为纯齿 两军各散 且说曹操正行间 文报后军为秀所追 即引众将回身就应 只见秀军已退 败兵回告曹曰月 罗飞山后这一路人马 阻住中路 我等皆被勤矣 曹即问何人 那人绰枪下马 拜见曹操 乃朕危中狼将 江夏平春人 姓李 明通 自闻达 曹问何来 通曰 尽手辱南 文成乡与张秀 刘表战 特来接印 曹席 封通为建功侯 手辱南西界 以防表 秀 李通败谢而去 曹海许都 表奏孙策有功 奉为讨逆将军 次绝无侯 前使积照江东 御令防角刘表 曹回府 众官参见弊 巡谕问曰 丞相缓行至安重 何以至必胜贼兵 曹曰 彼退无归路 必将死战 无缓诱之而暗徒之 是以至其必胜也 巡谕拜托 巡谕拜父 过家入 曹曰 功来和睦也 家绣出一书 白曹曰 袁绍使人志书成相 言语出兵公公孙赞 特来借梁借兵 曹曰 无闻邵御图许多 金简无归 有别生他矣 遂拆书观之 见其词意交慢 乃问家曰 袁绍如此无壮 无欲讨之 恨力不及 如何 家曰 留相之不敌 功所知也 高祖为至圣 相语虽强 忠为所情 今少有十败 功有十胜 少兵虽胜 不足俱也 少凡礼多疑 功体认自然 此道圣也 少疑逆动 功以顺律 此意圣也 还 零以来 正是于宽 少疑宽计 功以猛究 此至圣也 少外宽未计 所认多亲计 功外解内民 用人为才 此度圣也 少多谋少觉 功得策者行 此谋圣也 少专收名誉 功以至成待人 此得圣也 少许近乎远 功律无不周 此人圣也 少听缠或乱 功浸润不行 此名圣也 少是非混淆 功法度言明 此闻圣也 少好为虚实 不知兵要 功以少克重 用兵如神 此无圣也 功有此十圣 予以败少无难以 曹小曰 如公所言 孤何足以当之 寻语曰 郭凤孝 时胜失败之说 正与余见相合 少兵虽重 何足俱也 家曰 徐州吕布 时心腹大患 今少北征公孙赞 我当乘其远出 先去吕布 扫出东南 然后徒少 乃为上纪 否则我方功少 不比程虚来犯许都 危害不前也 操然其言 遂亦东征吕布 寻逾月 可先使人网约刘备 带其回报 方可动兵 曹从之 以免发疏与玄德 以免后遣少使 奏逢少尉 大将军太位 监督都计 秦 忧 并四周 秘书达之云 功可讨功孙赞 无当相助 少得数大喜 便进兵功功孙赞 且说吕布在徐州 每当兵客宴会之际 臣归父子 必胜臣不得 臣功不悦 臣见告不悦 臣归父子面于将军 其心不可测 依善防止 不怒赤月 如无端献蝉 遇害好人也 功出探月 忠言不入 无辈必受殃逸 异欲弃不他亡 却又不忍 又恐被人吃小 乃终日闷闷不乐 一日 带领叔 骑去小配地面围猎姐们 忽见官道上 一起一马 飞奔前去 功一只 弃了围场 隐从其从小路赶上 问曰 如是何处使命 那使者之事 吕布布下人 荒不能达 臣功令搜其身 德玄德回答曹操秘书一封 攻击连人语书 拿见吕布 不问其故 来使月 曹城相差 我往刘宇舟处下书 经得回书 不知书中所言何事 不乃拆书细看 书瑞月 凤鸣命运徒 吕布 赶不肃业用心 但被兵威将少 不敢轻动 丞相若兴大师 被荡为前驱 谨言兵整甲 专带军命 吕布见了 打金月 曹贼焉感如此 遂将使者斩首 先是陈宫 赃霸 接连泰山寇孙关 吴敦 尹礼 昌西 东取山东 衍州诸郡 令高顺 张辽取配成 攻玄德 令宋县 为许西取乳 颖 不自总中军 为三路就应 且说高顺等引兵出徐州 将至小配 有人报之玄德 玄德给予众商议 孙前曰 可速告及于曹操 玄德曰 谁可去许都告及 接下一人出曰 某愿望 是之 乃玄德同军人 姓简 明庸 自献和 见为玄德穆斌 玄德即修书赴简庸 是星夜赴许都修员 以免整顿守称器具 玄德自守南门 孙前守北门 云长守西门 张飞守东门 令迷主与其地迷方 守护中军 原来迷主有一妹 嫁于玄德为此妻 玄德与他兄弟 有郎久之亲 故令其守中军 保护其小 高顺君志 玄德在笛楼上问约 无语奉先无戏 何故隐兵至此 顺约 以接连曹操 遇害无主 今时已落 何不就父 延弃 便挥军攻城 玄德闭门不出 次日 张辽隐兵攻打西门 云长从城上尉之约 攻以表飞俗 何故失身于贼 张辽低头不语 云长之此人有忠义之气 更不以恶言相加 义不出战 辽隐兵退至东门 张飞便出迎战 早有人抱至关公 关公即来东门看时 只见张飞方出城 张辽军已退 飞与追赶 关公即召入城 飞约 比拒而退 何不追之 关公约 此人无意不在你我之下 因我以正言感知 颇有自毁之心 故不于我等战耳 非乃物 只令士族坚守城门 更不出战 却说 简庸至许都见曹操 巨言前世 操集聚众谋事一约 无欲攻吕布 不由袁绍扯肘 只恐刘表 张秀 扰其后尔 寻优约 二人心魄 未敢轻动 吕布骁勇 若更接连元术 纵横淮 四 极难突疑 国家约 今可乘其出盘 众心未负极网机之 操从其言 急命夏侯敦 与夏侯渊 屡前 离点 领兵五万先行 自统大军陆续进发 简庸随行 早有探马报之高顺 顺飞报驴部 不先令侯城 郝蒙 曹姓 也二百余期基因高顺 使离佩城三十里去迎曹军 自引大军随后接应 玄德在小佩城中 见高顺退去 知识曹家兵制 乃指留孙前守城 弥竹 弥方守家 自己却与官 张二公 提兵进出城外 分头下寨 接应曹军 却说夏侯敦引军前进 正与高顺军相遇 便挺枪出马路战 高顺迎敌 两马相交 占有四五十和 高顺抵敌不住 败下阵来 蹲纵马追赶 顺绕阵而走 蹲不舍 一绕阵追之 阵上曹姓看见 暗地拈弓搭剑 取得真切 一剑射去 正中下侯蹲左目 蹲大叫一声 急用手拔剑 不想连眼珠拔出 乃大呼曰 负经母血 不可弃也 虽那于口内淡知 仍负挺枪纵马 直取曹姓 心不及提防 早被一枪 术透面门 死于马下 两边军事剑者 无不害然 夏侯蹲击杀曹姓 纵马变回 高顺从背后赶来 挥军骑上 曹军大败 夏侯援救护 骑兄而走 旅前 礼点将败军 退去极北下斩 高顺得胜 引军回击玄德 夏侯旅部 大军一致 不与张辽 高顺分兵三路 加攻玄德 关 账三寨 正是 弹精猛将 虽能战 中箭先锋 南九尺 未知玄德 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感谢观赏 请记得点赞 并且支持本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挡着您